疫情持续肆虐,市场气氛相对淡静,各大屋苑放盘均以减价作招来,以至绿德成交都以低市价为主。 由于放盘以价空间大增,部分更大幅减价求售,令不小投资客随言三尺,就算需要缴付纳税也会承接,造就市场绿德低市价成交,最新公布的三大纳税交投再度升温。 上月共61828宗,当月升16%,年升3个月之余,更熟9个月以来新高,其中反映投资者入市情况的双倍印花税,ESD,涉及1716宗,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多,可见投资者因近期业主减价,纷纷低价挠货,带动纳税交投上升,疫情试约令市场气氛淡静, 买卖双方都采取审慎策略,各大屋院问盘量回远,部分实力不足或心态转弱的业主,则将放盘单位大幅减价,由于减幅吸引,即时引来投资者谁言,就算缴付纳税也会接受,以至纳税成交个案明显增加, 上月涉及三大纳税交投继续上升,合共61828宗,按月升16%,年升3个月,更是9个月以来新高数字,其中反映投资者入市情况的双倍印花税,ESD, 涉及1716宗,为去年7月后高位,一间大型代理行董事指,近期业主将放盘叫价调低,以及连环减价下,投资者纷纷以低价承接, 带动纳税交投上升,据税务局资料显示,上月三大纳税额外印花税,SSD,买家印花税,BSD,及双倍印花税,DSD,整体交投中数涉1828宗,按月上升16.4%, 其中反映投资者入市情况的双倍印花税,共61716宗成交,较6月的1485宗上升15%,受疫情影响下,业主以价空阔阔,不少投资者四出密评判,并趁机低价入市,带动DSD交投量上升。